腓利比书第三章 弟兄们,我还有话说,你们要靠主喜乐,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,与我并不为难,与你们却是妥当。 应当防备犬类,防备作恶的,防备妄自行歌的,因为真受歌礼的,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。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,不靠着肉体的,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,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,我更可以靠着了。 我第八天受歌礼,我是以色列族遍雅敏支派的人,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,就律法说,我是法利赛人,就热心说, 我是逼迫教会的,就律法上的义说,我是无可指摘的,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,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 不但如此,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,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,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,看作粪土,为要得到基督,并且得以在他里面,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,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,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,使我认识基督,晓得他复活的大能,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,效法他的死,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 这不是说,我已经得着了,已经完全了,我乃是竭力追求,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,所以得着我的。 弟兄们,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,我只有一件事,就是忘记背后,努力面前的,向着标杆直跑,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,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。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,总要存这样的心,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,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 然而,我们到了什么地步,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 弟兄们,你们要一同效法我,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,因为有许多人行事,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 我屡次告诉你们,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,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,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妇。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,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,并且等候救主,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 他要按照那能教万有,归服自己的大能,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,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 本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